近在掌握 说说看 怎么个近在掌握法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执念为我们的人生前行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激励 诚然 执念的方向可能有好患 有现实和虚幻 有伟大和渺小 但不能因为有好的执念 就是人生之喜 有了坏的执念 就是人生之悲 一边论证了我方观点 一边论证了对方观点 因此执念的方向无法确定 但有一点可以明确 就是它能够提供 我们人生前进的动力 它激励着我们的人生 不断增加宽度和广度 就这一点而言 人生有动力 自然是人生之喜 完全按照我们的既定策略 以防守开局 随后亮出了 强而有力的核心逻辑 达到先生夺人的效果 不错嘛 卖街烧煎鱼 二位喜难用 谢谢 试试看 好 用烟熏巧妙地去掉了鱼腥味 就像我们的利润 通过动力和方向的说法 把人们概念中 负面的执念综合成了 执念又好又坏 不过这一点 也成为了反方之后的 必争之处 世界上可能有不好的执念 你刚才说过 我也说了执念有好的 你能举出一个坏的执念 我就能举出一个好的执念 但不管黑猫白猫 执念这只猫 一定都是能够推动我们前进的好猫 这回问题无效啊 非但没有形成进攻 反而让你得到了重申利润的机会 不过很快 他抛出一个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问题 有动力就是人生之喜嘛 人生有尽头 我们每往前走一步 就离死亡进一步 一旦死亡降临 一切你所追求 所期望的一切 都将会化为一场泡影 执念会推着我们走向死亡的虚无 这难道不是人生之悲吗 死亡一定是虚无的嘛 死有重于泰山 有轻于鸿毛 以身训国是不是执念 以身训国又值不值得人尊敬呢 谢谢主席 向各位问好 说到执念 大家会想到什么 我一定要比隔壁家的王二狗强 不管他起点多高 我一定要得到最好的东西 无论家庭是否能负担 我一定要追到我的男神 哪怕青春流逝 发现了吗 执念在结果上往往是求而不得 反方从人们对执念的第一印象入手 进一步强化了 人们对执念负面的刻板印象 并且在已知的感性认知上 进行了理性的推导 不仅仅是结果上的不如意 在过程中 由于过度专注执着 往往忽视了人生旅途中的 其他风景 路可能越走越窄 此时的执念 不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 而便是限制你人生的牢笼 拥有执念的人 固守自己的坚持 却无视身外环境的变迁 忽略了发展翻天覆地 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追求不变 这难道不是刻舟囚剑式的悲哀吗 这是正方人生动力论点的 可能性推论 也是后来比赛中 双方交锋的重要战场 他们的价值升华 也做得可圈可点 如果你是评委的话 你会给他们的利润打多少分 七个万 但是在之后的质询当中 华夏质询太弱 反而给了对方很多的展现空间 求不得的执念是一种痛苦对吗 对 那有痛苦就是人生之悲吗 有痛苦难道是人生之喜吗 怕不是您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吧 不 有的时候有痛苦也是一种人生之喜 您不能全盘否定吧 但至少我们大家都觉得 有痛苦是件悲惨的事情 所以如果执念求得了 就是人生之喜吗 不对 欲望满足了会产生新的欲望 执念求得了会产生新的执念 循环往复还是人生之悲 因为刀口甜蜜 终有割舌之患呢 对了 你说华夏把博论点提前透露给对方 怎么回事 针对执念是牢笼这个论点 我们的反驳是 执念是突破牢笼的动力 她提出来 却没有进行有效的论述 反正有你在 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这次啊 是小夕的功劳 她的二次利润 圆上了华夏没说完的话 谢谢主席 对方没有说执念是牢笼 我觉得恰恰相反 当我们人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遭遇困境 或者牢笼的时候 是什么帮助我们摆脱了这种境遇呢 不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点点不服气 和想战胜她的小职面吗 对方没有说求不得是痛苦 可问题在于 没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你之所以求不得的原因 是因为你求的还不够 我们扪心自问一下 有哪一次的求不得 真的是我们已经努力了千百次 努力到无能为力 而求之不得的呢 往往我们的求不得 是因为我们求的执念还不够深 甚至还不能称之为执念 就早早地放弃自欺欺人 还要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去指责那些成大事有执念的人 周瑜说 既生鱼何生料 可是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诸葛亮 周瑜的人生 是不是只剩下与小乔的风流往事呢 如果没有诸葛亮 司马懿又如何竞选席 过人才智呢 如果我们一生之中 真的遇见了一个 让我们倾其所有耗尽才智 努力到极限的执念 这不也是一种人生之喜吗 所以啊 因有量才有余 执念不仅给了我们人生动力 而且正因为我们大大小小 丰富多彩的执念 才使得与我们区别于别人 而成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评判人生之悲喜的标准很简单 就看拥有执念是否有助于我们实现人生价值 综上执念定义了我 推动着我 也指引着我 所以拥有执念是人生之喜 谢谢 烤蔬菜沙拉 天妇罗茶泡饭 四身拼盘 香煎饮雪鱼请慢用 很好吃 对啊 对啊 你知道那个朱大伟在质询环节用了什么当例子吗 什么例子 偶像明星的疯狂粉丝张晓丽 那不是很早之前的新闻了吗 嗯 不过用在他们的池方倒是挺贴切的 霓峰说执念帮助我们自我认知 那么请问有没有独立于我们自我认知的执念呢 自我认知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么张晓丽非明星不嫁的执念 有利于她的自我认知吗 这是她的人生之喜吗 这是不适宜的执念 追逐执念的过程就是自我认知的过程 而她在非明星不嫁的执念中屡屡碰壁 就是自我认知趋于正确的过程 最终她幡然悔悟放下执念 这当然是人生之喜吧 好 放下执念是人生之喜 那拥有执念不就是人生之悲吗 不曾拿起何谈放下呀 没有这个执念不是更好吗 可是人生不是假设题呀 假如她没有这个执念 早早地嫁给了一个家暴的招呼 这不是更糟吗 你说更糟 是因为你也觉得有这个执念 其实挺糟糕的吧 人生的禁语有好有坏我们承认 可是如果好就是人生之喜 坏就是人生之悲 这样的平叛是不是太肤浅了呢 我方认为只要执念能够推动人生的发展 有助于人生价值的实现 它就是人生之喜 朱大伟抓失误的能力确实很强 但是小夕却利用了这次契机 再次重申了几方的标准 值得点赞 不过朱大伟还是透过张晓丽的执念 问到了大众心中 关于执念最想问的那个问题 那么我想请问对方便有 张晓丽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呢 一个脑残粉的自行 一个偏离社会价值取向的人 重新回归人生的轨道 这是不是一种正能量呢 古人说张文道西死可以 知尺尽有乎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这就是其人生价值的体现 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人 其人生价值就一定更高吗 这个执念让张晓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才实现了一个平常人的自我认知 请问这个执念为什么是帮助而不是阻碍呢 是啊 我们有很多人只是为了再成为一个平常人 而拼尽全力 可对方便有还要否定他们的希望 抹去他们的努力 说他们这一点执念都是人生之悲 命运已经如此残酷了 宁可比命运要残酷得多呀 我猜接下来对方二变在利润环节中 应该把正点会放在不救牢笼这个论点上 没错 我方说执念是一个牢笼 其根本原因在于执念的非理性特性 会降低我们的判断力 从而渐渐地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看不到其他的风景 在狭矣的眼界和追求中 会使我们的人生之路越走越斩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牢笼通过执念可以突破 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失去理性的执念 我们要通过理性来突破 忘记周围一切的牢笼 我们要通过思考和判断来突破 如果说执念本身就是牢笼枷锁的话 又何以成为斩断枷锁的利润呢 当对方便有在说出 突破牢笼这四个字的同时 是不是本身也承认了我方的观点 执念就是牢笼呢 那接下来就该是白羽的质悬环节了吧 看你的样子 白羽是不是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不是不是 进步还是明显的 至少节奏感强了很多 牢笼的突破可不可喜 突破一个牢笼 我们又会钻进一个新的牢笼 那牢笼突破了是不是就是求得了呢 刀口铁蜜终有割舌之患 在成功之上总是盘旋着失败的阴影啊 所以人生不应该追求成功 应该追求失败了 对方便有 您的人生还真是轻松啊 不 我说的是不应该希望执念会成功 为什么执念的成功就是刀口铁蜜 而人生的成功就没有割舌之患呢 呃 这两者还是 换一个问题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横跨腰的超级帝国 他的执念最终还是求得了 这是不是他的人生之喜呢 可是他英年早逝 这是不是人生之悲呢 他英年早逝是因为他拥有执念吗 如果他不想征服世界 又怎会积劳成绩啊 如果他不是国王 他也不会想征服世界 按照您方的说法 这万人之上的王位 也是人生之悲喽 那这样的人生之悲 我想来一答 非理性求不得 侥幸一次 不代表终将成功了 不过还是被白鱼斗鸡令 给绕了进去 接着小节阶段 对方重点攻击正方 执念定义自己的论点 我们是谁 需要用执念来定义吗 我是南郊大的学生 我是商学院的辩手 我是男生 我是北方人 请问在这些自我定义当中 又有哪些是我的执念呢 为什么要有执念才能活出自己呢 商学院虽然信心完满 不过这个时候 白鱼的伯论 直击了对方两个论点的自相矛盾 刚才对方便有举了很多他对自己的定义 说不需要执念也可以定义自己 那么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 他说的南郊大的学生 在座的都是 男生一半是吧 北方人也算是一半吗 可唯独变手这个身份 现在就只有我们场上的八位 所以仔细想一下 如果我们对辩论没有执念 我们为什么要来打比赛 如果我们对输赢没有执念 我们为什么能走到八强 所以此时此刻 站在八强赛上的你 才是真正的你 对吗 对 其次 对方便有始终在说执念是牢笼 又告诉我们牢笼可能会被突破 只不过突破了以后还在牢笼之中 感情对方便有 您的人生就是个套娃 不过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套娃的呢 当我们突破了一个小的牢笼之后 我们会发现外面有一个更大的牢笼 所以我们的人生追求完一个小的目标之后 会去追逐一个更大的目标 那是不是拥有目标也是人生之悲了呢 所以按照对方便有您的逻辑 拥有目标 拥有理想 拥有梦想 这些通通都是人生之悲的话 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应该躺在床上 过着闲鱼一般的生活 才是对方便有的人生之喜呢 而我们不断突破自我 不断从每一个套娃中 挣脱分离的动力 不恰恰是执念所赋予我们的吗 这难道不是人生之喜吗 其实打到自由辩论之前 我都觉得我们赢定了 打个自由辩论 打得心里没底了 自由辩论可是商学院的强项 尤其这种快功的节奏 直接把白雨带得 起飞了 你这是什么形容啊 你回头看孙晴璐的电视剧就知道了 绝对啊 所言非虚 夸父逐日精魏天海 请问这样不可得的执念 为什么是他们的人生之喜呢 没这执念今天谁认识他们呀 万古流风难道不算人生之喜吗 请问黑人争取到了平等人权 算不算他们的人生之喜呢 是人生之喜啊 可是争取平权是理想不是执念吗 用一生的经历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 请问喜从何来 精魏天海是执念 到了黑人平权就是理想 您这是在歧视精魏吗 理性是理想 非理性是执念 请问精魏天海理性吗 那么武松在喝醉之后 不听人劝 偏向虎山行 这是不是他的执念呢 那您不听我放二面劝 非指理想为执念 请问这是不是您的执念 真理不变不明 有碰撞才有真相 这是我们的辩论之喜吗 虽然白玉的发言都很精彩 却在对方非理性这个战场里颤抖 这令人头疼 教练的针对训练也做了 其实我倒觉得 没有必要强求 团体配合可是占了大比分 可是如果能让他自由发挥 拿到掌声 可能分数会更高 至少目前你跟小夕 还能拉住他 我们现在碰撞了结果 到底是什么呢 执念到底是不是非理性的呢 执念是非理性 就能论证其人生之悲吗 我们的非理性都有些什么呢 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感性 有去留肝胆两空轮的血性 有养天大笑出门去的帅性 这些非理性的行为 为何不能成为我们的人生之喜呢 众所周知 乔布斯对极简美学的执念 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这又是不是他的人生之喜呢 正因为他是一个对事业 充满执念的工作狂 所以他才会一年早逝 正所谓飘风不中招 咒语不中日 他以偏执而过度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天度英才 这难道不是人生之悲吗 死有终于泰山 我方一遍已经说过了 请问乔布斯是否实现了 他的人生价值呢 死有青云红毛啊 像追太阳这种 无意义的执念而死的夸父 难道不是人生之悲吗 夸父的悲不在于 他追太阳的执念 而在于他追求执念的过程中 他死了 如果他一直追下去 他会发现地球是圆的 人类文明进程也会因为他的执念 而超越四千年 请问这难道不是可喜的吗 对啊 所以夸父想要不见到的环球马拉松 拥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执念 就是脑子有问题 这是不可悲吗 二战 麦哲罗也有这种执念 是不是可喜的呢 二战后 德国士兵终于醒悟过来 原来曾经偏执以为的荣耀 却对全世界人民犯下了 如此大的罪恶 请问 这是不是他们的人生之悲呢 所以他还是醒悟了呀 招闻到吸死可以是人生之喜 我不想再重复了 请证是我方三遍的问题 麦哲伦的执念 帮助他对抗旁人的泄漏 和大自然的阻碍 完成了环球旅行的壮举 这是不是人生之喜呢 招闻到吸死可以为什么可喜呢 一辈子行为认知都是错误的 时间被白白浪费了 这难道不是人生之悲吗 没有这个执念 最后到死都是不明不白的 对方没有的意思是 这反倒是可喜的了 换个问题 请问知足常乐是不是人生之喜呢 是一种人生之喜 有执念可以让我们奋斗与坚持 没有执念我们可以知足常乐啊 各有各的可喜之处啊 常言道情不知所喜一往而生 爱情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执念 那么请问拥有爱是不是一种人生之喜呢 被拐卖孩子的父母因为爱孩子抛家舍业 踏上了几十年的漫漫寻死路 请问这样爱的执念是不是人生之悲呢 造成悲剧的是父母的执念还是人贩子呢 按照您方的观点 应该抓起来的是孩子的父母啊 是他们的执念犯的罪啊 请您正面回答我方四遍的问题 拥有爱到底是不是人生之喜呢 白鱼怎么听起来 好像还是只会防守 他这一个寒暇都白练了 孙晴啊 还帮他取了一个绰号 叫奸非公的提问小白痴 对了 那杨华夏的总结怎么样了 跟上次一样 经验思作 也是 他上次来劝我去考赢的那段陈词 说得已经非常棒了 他在场上 还找到了一个更棒的叙述角度 谢谢 谢谢主席 如果拥有执念 是人生之悲 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拥有执念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告诉自己 那些我执着不放的梦想 我相思入骨的爱人 那些都是我的人生之悲 难道我应该忘了它吗 如果拥有执念 是人生之悲 那么当我们发现朋友拥有执念的时候 我们作为朋友 是否应该劝阻他呢 可是 微妙之处的在于 我们的劝阻本身 是否也是一种执念呢 那么为什么别人的执念 就要屈服于我们的执念呢 所以 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 去包容 去理解 去支持别人的执念 尝试着 去思考 去坚持自己的执念 尝试着 先不去讨论这个执念 最终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收益 还是损失 而是抱着对美好经历的那一点小小的期待 去放肆着一丝执念 也许我们会发现 人生一世 正是那些心头久久不能忘却的执念 才造就了我们每个人 才造就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对执念的理解和包容 恰恰是给予我们所有人空间 也是给予每个人未来 这 才是人生之喜 谢谢 谢谢